立法院蓝白联手推动国会改革法案 其中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得接受 急问急答引发了违线争议 包括民营党团总统柯建民直接抛出重话 那么这不可能在核心前 那么赖清德是不会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的 但事实上过去在律师司法官高普考提告当中 也曾经讨论过一样的问题 这个议题提过的解答是什么 是说总统跟立法院各自具有民意基础 根据中央银行或者是我们主席总处的预估 今年能算平稳 坎坎而谈消费指数议题 六年前还是行政院长的赖清德 站在立法院议场的备巡台上 接受立委质询急问急答 六年之后当上总统的赖清德 还会回到立法院接受质询吗 不管今天通过公共的法案 今天通过微信的法案 也是国情报告 不是国情被执行 所以哪来总统可以急问急答 又要书面打 明明是给赖清德创造一个舞台 我等于给他一个历史定位 很高的历史定位 说第一位民选总统 直选总统 能够来立法院做国情的报告 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能不能备巡 用什么行事巡达 蓝绿双方隔空掀起论战 柯建民更说重话 在核县前赖清德 不会到立法院国情报告 虽然相关法条 目前已经在国会通过二读 但到底有没有违宪 律师司法官高普考题库中 也曾以过去前总统马英九 被要求到立法院国情报告 以及接受立委直询 作为讨论题目 案例解析上写着 总统由人民直选产生 与立法院各自具有民意基础 总统不需要对立法院负责 也不用接受立委直询 立法院跟行政院 这些都属于自权机关 而总统是统率五院的 所以没有道理说 在五院之上的总统 要对立法委员的提问回答 这是不对的 学者解释 台湾是五权分立国家 而总统凌驾于五院之上 因此立法委员 除了不能要总统急问急答 就连国情报告 也不能硬性要求 只能采用邀请的方式 看总统答不答应 总统到立法院 做国情报告时 若是接受立委寻答 恐怕会变成 总统对立法院负责 产生宪政混淆的情形 记者 宋和报道 谢谢大家